非常好吃 而且又安全衛生 然后贡献给最好的 全台湾的消费者 全联通路的消费者 台南芒果享誉国内外 尤其今年芒果产量平稳 价格实在 品质又好 台南市长黄伟哲北上到台北 和超级市长合作 携手推荐民众吃当季水果 切片鲜吃 做成甜点都十分美味 我刚从日本回来 从日本在接触到日本的消费者 他们对我们的芒果是非常非常的喜爱 真的是我在日本的超商 看到的日本的消费者 是一直一直排队在买 然后大概一小时就完售 然后提代率百分之百 所以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的好吃的芒果 人家外国的朋友 都一直非常非常肯定我们 那我们国内的消费者 更是这个人家都吃得到 怎么可以不让我们 这个台湾的消费者吃到 所以呢 就刚刚跟我们跟联鑫合作 因为联鑫是外销供果员 他们种出来的芒果都是外销等级品质的 有经过药检 有经过这个很好的 这个严格的把关 这个不管是品质 不管是安全性都是最高的 所以呢 有最好的农民种出最好的芒果 要在最好的通路 我们全联能够销售给我们最优质的消费者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优惠就对了 加码优惠 这个两盒 两盒降价10元 这个是因为这是外销等级的 所以没有办法降价太多 两盒降价10元 那欢迎各位好朋友可以一起来 我想今年的台南市芒果的故乡 也是爱文芒果 这个生产量最多的 生产量跟品质都是最好的 那国外的 我们今年的外销 不管在日本 在韩国的这个销售 都会再创新高 那应该到六月底 就已经突破3000吨了 那在七月 这七月底 刚刚主席说了 到七月底下来 我们一定可以再突破更多更多 因此呢 我们要把好的水果留一些 给我们国内最优质的消费者 尤其在全国 1100家的全联的消费者 北中南都有 欢迎大家一起来享用 能够这个火力全开 那消费者买力全开 通通把它买回去 下架我们最厉害的台南芒果 芒果营养价值丰富 有维生素A C及膳食纤维 切克强化免疫力 有益 势力保健 皮肤健康 在广大的通路下 民众可以轻松购买到台南芒果 其实我到昨天 就才知道说 其实爱文的芒果故乡 是在台南 那我本身也是台南新营人 那其实我之前都会不晓得 芒果吃这么久都不知道 爱文的故乡是在预警 那今年的芒果 的面积差不多是一万六千公顷 那我们这个台南的面积 就差不多占了七千公顷 差不多占了快将近一半的面积 那其实那另外的主要产地就是在高高平地区 那其实台南开卖 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爱文的芒果产季快要结束 那也预警我们消费者 在七月底之前可以尽量来品尝 错过了今年 那要赐爱文可能要等到明年 那农粮署也一直辅导说在不管是国品的外销 还有国内行销还有在加工部分 今年都有很亮丽的成绩 我们这个合作社呢 主要生产的芒果呢 都是在外销日本 所以属于优质的购果园 今天呢 非常荣幸能够在全联 全省的一千多家门市来上市 非常特别要感谢我们台南的市长 还有全联的全力相挺及帮忙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台南的芒果呢 这个非常好吃 那又特别具有香气跟口味 那么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台南的芒果呢 种在南西玉井与南化地区 那属于山区 那都在高山上的芒果呢 它有充分的日照 以及排水良好 所以会特别好吃 还有我们台南芒果呢 从生产到采收 需要七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在果树上呢 吸收很多大气的养分 所以说它也会特别好吃 那再来就是我们农民 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专业 也是好吃的理由之一 所以给各位报告 如果到全联来买芒果 一定要选我们台南的油脂芒果 要把最厉害的台南的农民 种出最美的 最好吃的台南芒果 经过最优质的全联通路 送到销售给我们的 最优质的全台湾的消费者 所以一起来品尝 台南的优质的艾文芒果 那除了艾文之外呢 我们刚刚看到有那个金黄芒果 金黄芒果是销到哪里 我们是销到新加坡 还有销到东南亚巨多 但是艾文 红色的往北走了 黄色的往南走 所以说金黄销售到东南亚 然后这个销售到东北亚 所以日本韩国都很欢迎 黄伟哲市长也借此推广 台南国际芒果节 官方账号有吃和玩乐的丰富资讯 邀请全台各地消费者 品尝极品台南味 台南芒果悬连开代 请支援收场 记者问句台北不到 要请现场排 virtud 掌声鼓励 drums and rave